我們今天來介紹 用美工筆來寫這十個字 這一次我們要用的是寫的是比較接近形書 那個槽的成分比較少 所以用筆上,筆調上比較慢 而且完整度,就是比較對稱完整這樣子 那等一下,這是給大家看的一個大概這個樣子 等一下寫的時候可能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把它放大一點 好,這個第一個字是筋 那我們要特別小心這個重、輕 用這個美工筆的時候你要注意這個壓力 然後這輕、重,在這裡筆可能要稍微轉一下 比較容易得到這個效果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寫這個筋字 加壓,然後慢慢的筆要離開 這樣子 然後這裡也是輕、加重、撇過來 就會有這個筆調出來 再來稍微可以快一點 然後起筆轉折、加壓、放鬆 就會有這種重、輕的感覺 就會有這種重、輕的感覺 這樣比較接近形書 不要寫得太呆板了 再來烏字 這不是鳥,這是烏 來看一下重、輕、連續動作 輕、重、加壓 然後稍微提一下 讓它產生一個輕重的感覺 這裡橫畫一點點而已 直接加壓 直接加壓 寫這個 然後彈過來 重、輕、加壓 然後圓弧一點起來 有這樣子的一個晃動的感覺 在金屋 再來深 深、深字 這裡起筆重、輕 起來之後再加壓 所以都靠這個輕重 然後筆有時候有一點點 這種彈性要把它表現出來 深、過來小字 左邊的日字 下筆輕一點 然後就加壓了 這裡是重、起來、加壓 有一個弧度 不要寫得太僵硬 剛剛這根 勾動作快一點 好,起來 這邊一個橫畫 代筆過來 重、輕、轉上來 然後這邊拉快一點 勾 這個有時候 要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力道 不要完全都是浮現 太軟了 這裡就要一個漂亮的一個勾 這樣子比較好看 小氣 這個氣質呢 我們第一撇很短 然後再來要連貫 這種輕的過來 其實這應該寫連續動作 在這邊是為了解說 然後再來這裡 上面這裡 把它用一個短橫畫代替兩點 我們經常這樣做 然後這裡再把它張開來 這兩點張開一點 這金屋生小氣 再來 來 預砍 預呢 因為 這個筆畫比較少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寫重一點點 筆掉重一點點 所以 加壓 但是 這時候也是要有輕重 不要寫成 沒有輕重 那就 就 失去這個 美工筆的特色了 過來 砍字 這裡 就不要 從頭到尾都太重了 可以這樣子 有一點小糊塗 木字旁一定要有這一撇 然後再勾上來 不能直接 直接是一個提手旁 再來 連續 這是一個層 這動作要 注意 要把它做完整 好 輕 提筆輕 所以 不一定要跟右邊的對到剛剛好 但是要注意 總共有五個字而已 一行 所以 要排列 要稍微小心一下 不然等一下最下面會 空白太多 會對不起 不好看 樣 小心這個 三點水 這一種 重輕 這個提筆過程 這很快 再來 這個點 有一些省略 所以直接寫水步 這個撇長一點 因為右邊這邊空間比較大 所以用這個來代替 這邊我寫比較小 這邊寫大一點 那寫大一點之後呢 這個 這時候這邊可以有一點 帶過來 剛剛其實要連續寫更好 這樣帶過來 這樣子 有連續的動作 有連續的動作 沉摺 這時候 不要 因為這邊已經有力道的感覺 這裡就軟一點 這邊 兩個短橫畫 勾上來加壓 有點中鋒的味道 起來 重 輕 重 收筆這樣 好 再來 是這個 西 陳西的西 西字 日 寫瘦長一點 好 然後上來 點 上去 然後 小心 這邊 這邊筆畫比較多 再來 先寫左下角這個 寫完之後 勾上來 輕重 輕 倒勾回來 一點這樣子 好 最後呢 可以看到 我們先這樣看一遍 好 雖然 每個字不需要 對得很整齊 但是 我們說行器 因為只有寫兩行 這個 底部不要差異太大 上面也不要差異太大 有一點點高高低低 這一種是屬於比較 端正的行書 行書不一定都要這個模式 這只是其中之一 這一次是示範這個比較正的 比較楷的一種心書 是